买车选出不迷路 新车抢先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10台车 预算20万你要买一台运动感十足的小教跑 都有哪些选择呢 今天带你来看还没有上市的明觉气 今天我们来到4S店 店内一共是陈列了两辆明觉气的车 一辆是肥冷翠色 还有一辆就是我右手边的银灰色 那我个人认为呢 这辆肥冷翠色会更加的运动 更加的有特色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的前脸啊 是呈现出低矮俯冲低趴的教跑的姿态 还是非常好看的 那么来到侧面呢 它这个溜背的造型 做的也是非常的优雅的 19英寸的米其林轮故 那来到尾部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侧面的线条 是非常的有肌肉感的 像它的三段式尾翼 是帕梅同款 听说时速在100公里以上的时候 它会自动升起 然后就是这个熏黑的车标 也是更加彰显了年轻和运动啊 哦对了 说到运动啊 这一点我必须跟大家说 这辆车它是四处的排气哦 真的排气 有排气发门的 贯穿式的尾灯 我们打开后背墙来看一下 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 这个仙背的造型 非常的好看 空间的话 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的充裕的 那我们这边也是做了一个挡板的 它可能会起到一些遮阳的作用 把它给拆卸下来呢 哦我们可以看到它后排还是支持一个四六放倒的 那么我相信啊 买这辆车的人 它不仅是对车友爱好 喜欢玩车 喜欢运动 那么更有一些家用需求 那接下来跟着我到车内来体验一下 我们打开车门啊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无边框的设计 那这个前排的车门呢 也是使用了一个双层的夹胶玻璃 所以它的静迷性应该是非常好的 来到车内啊 我非常喜欢它这个一体式的运动座椅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侧边手部 还有腰部的这个包围和衬托是非常的强的 很多主打运动的车 像跑车啊这些 它座椅就很硬了 但这辆车毕竟是要运动要家用 所以这辆车的乘坐的舒适感还是没得多的 因为它是带有一个20厘米的软炮靠背的 所以坐起来非常好 因为车辆现在还是一个工程车的状态 并且我到店才发现 可能这个车它并不是明觉期的一个高配版本 因为像高配版本的话 它这个中红和仪表的距离是有个紧急材质的 包括它的座椅也是NAPA的真皮和紧急拼接的 如果是高配版本的话 看上去会更加有质感性 说到运动啊 就不得不提提 就我正前方的这个方向盘了 它的形状是上下阶屏的状态 就非常的赛道 非常的运动 以及呢 这个红色的缝边 更是把它的运动的氛围感给拉满了 这辆车的车机是采用了一个855的芯片 并且车辆上面的大部分素质开关 都是一个触摸的形式 那说到这辆车大部分都是触控按键 就是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说 既然是一个运动的车 那么它不如就是坐满机器按键 那么口玩性和乐趣 应该会更高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车机上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是它可以像苹果电脑一样 用那个触控 比如说四指下拉是显示桌面 然后两指 然后下拉是调节它的声音 然后三指的话是音量 这可不是一辆新能源车 它是一辆纯纯的燃油车 那燃油车怎么能少得了换档拨片呢 大家看这个明觉期的换脑拨片也是非常的大的 并且听这个声音是不是非常的清脆 那作为一个可玩性非常强的车呢 它的驾驶模式是在我们左手边的仪表来调节的 有Normal Sport和Eco分别是普通运动和经济模式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喜好来调节 它这边是一个XMOD的模式 就是可以调节它各种的像悬架呀 然后包括像它的动力输出啊 都是可以自定义的 那个我觉得可玩性会更高一些 作为一台轿跑 它的家用属性啊 相信必不可少的 那下面我就带大家来后排去体验一下 首先它的后排的腿部空间 我1米64的身高 最近来大概还有三拳多三指的这个距离 头部空间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来到后排 我想说还得是燃油车 看到这么多新的运车 我终于看到可以打开的全景大天窗了 包括中间的扶手箱拉出来 大家还是可以跟家人在车内享受一下闲适的时光的 那这辆车还有一点非常好啊 就是它以后排式全部都是Type-T的接口的 这个就比现在有很多车坚持 一直还在用USB要好的多好吗 动力方面呢 这一辆上汽明觉机 也是上汽明觉首款搭载 他们自演的第三代蓝星2.0T 可以比较高性能发动机的这样一款车 它是一个2.0T加上9AT变速箱的组合 最大的这个峰值扭矩呢 可以达到4105厘米 这个成绩是完全付出一些豪华品牌的车型的 作为一辆20万级别独打运动的轿跑啊 这辆明觉机的可玩性还是非常强的 既可以运动 既可以上赛到跑圈 它又可以满足很大一部分的家用需求 那么大家觉得这辆明觉机如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